Statue of Limitation Statue的字就是法例 Limitation就是在限定的时间 Limit是限制 但是是时间的限定 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才可以告人 很长 所以这个解释了 Statue of Limitation 就是代表某一些法律诉讼 是有时间的限制 告人时间的限制 告人时间的有效限期 我尝试说得沉气一点 这些要记的 没办法 所以我们找张纸写下这些年份就最好 首先我们由最大的开始 承认 就是说奖励的承认 其实承认就是说 人家法官判了 于是他就要听令 老公就要给钱给老婆 但是不是说给多少年 因为搞清楚 如果老公不给 十年之内 老婆都还可以去告个老公 过了十年之后呢 现在就sayonara了 因为过了老婆被告 去执行这个法庭的法令 所给你 允许你告他的时间 Recovery Title of Free Presence 如果有个地 有个屋 他的Title呢 是 你不知道是你的 但是你过了五年了 你都不理 那么呢 他就会说 Sorry 过了了 所以Recovery的Title呢 就是五年 Written Contract 书面合约呢 就是呢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合同 我们大家写了 合同也都完结了 完结了了 那但是呢 过了四年 你又不理 他又不理 那么呢 大家告就没用了 要么就不告 告就要四年之内 就很告人了 Fraud 欺诈呢 就是三年 如果你有一次被人骗了 或者有个暗毛被人骗了 但是呢 三年过后 都发现不了 那没有了 过了 那没有了 口头合约呢 就是两年而已 如果你用说 他曾经答应过我 给戒指我的 那如果两年之后 你都不拿这件事 说呢 那么呢 法庭就会说 我两年过了啦 你现在才说迟了 那在这里呢 我现在想要带一提 就是说 打字上面的东西呢 打上去的呢 是会有效点 有效过你印出来的东西 如果说一个表 如果印出来呢 但是上面有一横 那么那个人呢 打了一些字 是十日 那么这个十日呢 是会有效点的 如果你是 那个人 打了个十日 然后在上面呢 就写三日 那么呢 手写的 inception呢 是会 take precedence 我们也学习的英文 take precedence over 其实就是override 的意思 override offset 这些这样的字呢 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上面 也学习这三个证明 那么呢 题目到整天 都会有这些这样的字的 take precedence over precedence就是钱 take precedence over 包括 如果手写是 打字机打 打字机打 是这个印出来 那么 最后呢 listing,offer,disposit,receipt 和contract 里面有一句就说 time is of the essence 就是说 如果那个人 给你个listing 他里面呢 有些条文呢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说 我们要争取时间 你不能拖人的 deposit receipt呢 就是 别人给你那三百个证的 订金 你收了别人的订金 你就要做事 contract 合同一样 不可以这样拖人的 counter offer 就是说 你写了offer之后 别人呢 那个seller呢 就说 喂,里面的term 不适合哦 我想 再 高一点价钱哦 那么这个就叫counter offer 特别人 好